全场与美国总统拜登举杯 为新闻自由致敬 一开场拜登拿自己低迷的民调来开玩笑 白宫记者协会婉宴因为疫情停办两年 加上前总统川普和媒体交恶 拒绝出席婉宴 归为六年后重新举办 拜登不忘借机嘲讽川普 与会来宾除了记者外 好莱坞明星 紧卡戴山 朱尔巴利摩 白宫发言人萨奇 也已改过去正式服装 亮丽出场 目前正值俄乌战争之际 拜登特别像在战区的美国记者致敬 最后拜登对着美国谐心催服酸了一下普京 拜登记者协会婉宴 历届总统都以幽默演说著称 拜登终于让这个传统回归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